我也都相信因為在立法會 其實也都曾經出現過不同的判決 而在過往幾次的選舉 在某些人士想去報名參選的時候 選舉主任也都根據法律意見 是做過一些決定 某些候選人因為他的政綱 是超出了《基本法》裡面的要求 例如是有一些候選人 可能是被視為支持港獨 或者香港自決 這些超出《基本法》一國兩制底線的 一些政黨或者政團 我的判斷在區議會那個層面上 它是不會和立法會的要求有分別的 無論是否用確認書 其實最主要就是 我相信選舉主任他會看回 究竟某些人士 他的行為事實 和他以往是否符合《基本法》的要求 我相信所用的標準會是一致 而立法或者在法律上都應該會是這樣看的 我就有一些建議 我覺得其實如果遲些也都會去到區議會的層面 我覺得其實在政府的層面 最好就是制定一套清晰的選舉指引 而選舉指引裡面是清晰提及 在什麼情況下 選舉主任他就會認為某位候選人是不符合《基本法》的要求 如果有一套清晰的指引 我覺得對所有打算參選的人士 或者打算派候選人出選的政團 都是有好處的 更加清晰地說 除了指引之外 其實最好就著現有的法例 能夠有所修訂 如果是能夠有法例的修訂 那就有機會 就是一個新的法例 如果它真的通過 或者我們現有的法例是經過修訂之後 那有些的政團政黨 它也可以真是根據一個新的選舉指引 以及若有的話是修改過的選舉條例 它就可以修正它自己的政綱 也大家都會有一個機會 去根據新的法例去調整 如果有些人士它是還想參加立法會或者區議會的選舉 可能它要修正或者調整它自己的政綱 或者它政團那個以後 行走的方向 但是如果它是 也都清楚了 它堅持怎樣去說 怎樣去做 是不符合這個準則的 遊戲規則也是清楚的 所以我自己的判斷就是 其實如果從法律上 立法會和區議會 我就看不到會有分別不同的準則去處理 從法律的原則 從政策的原則 我亦都呼籲 最好大家能夠要求 有一個更清晰的指引 給選舉主任 以及給所有即將參選的人士 從法律的法律 從法律的法律 雖然雖然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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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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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尤其有的法律 所謂的法律 當然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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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法律 公司 to look at the District Council an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 this regard I do call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all both from the pro-establishment camp as well as the pan democratic camp that we should seriously consider to ask for a clear guideline which will give very clear guidance to the election officer 这会变成一个批判的选择 是否有一个人的法律规则 和这个法律规则的法律规则 在他们的政治部位置居住 或在自己的行动或行动上的行动